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昨天早上我们就是7点就开始直行 到江边一线 然后配合社区 咱们政府的相关公门 一块去挨家挨户 一个是走访 然后看有没有转租的人 尤其是老人 我们到这来以后呢 一直受到社区 和医经界边防派遣所的关怀 他们对我们也随随地来了解情况 看我们注意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 人家都是意义记录下来来解决 我们非常满意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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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